直到我在冬孕会拿了冠军的时候 或许我证明给我爸爸看 就算我拍拖 其实我也是可以兼顾我的预求 跟我的补助 所以我爸爸看到 可能我的女儿也长大了 会想了 所以那时他都慢慢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这样子 有一个女朋友在一旁边也是好啊 她不会参那个不酸不是的吗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哦 然后他有我们来健康台湖 介绍给我们认识什么 你弟的印象怎么样 OK啦 妙珠的人不错啦 所以你们第一次见到妙珠 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 好像是他 我们那一季伦坡的时候 找宗伟的时候 那都一夜一起出花呢 是你主动要 没有 没有 宗伟带到宗伟的时候 然后你讲说 你们是自然这样发生的 在球场上这样 你瞄我 瞄你一眼 这样发生感情的嘛 对不对 那一开始你觉得她的人怎么样 你觉得对这个人 人啊 其实我觉得她很… 很顽皮 很顽皮 很活动 因为她们… 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真正地了解她 可是我很喜欢她 是因为她很肯帮人 很肯帮人 对 她不管小孩 就是讲我们的重复的球员 Junior 或者是新的 就是他们遇到什么事 她都很肯帮 而且她也… 心地很好 心地很好 而且她也不期望回报她 她就是很心切地去帮人家 我觉得妙珠一个人 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孩子 但是我觉得她蛮好的 比如说她也有什么 跟你计较什么东西 她用错那个但是 我以为她讲她蛮单纯的 但是她蛮好的 这样就不应该用但是了 要用而起 而起 好 所以你再讲一次 她蛮单纯的 而且… 但是她蛮单纯的 她会做我跳 她有做过什么让你很动心的 让我很动心 就是我… 今年的生日吧 就是给我驚喜 就是好像… 她好像请了 好像我的家人 她的家人 还有一些… 身边的亲戚 就是… 所以双方家长都安排好 然后…就是… 因为平时我生日 都是在去比赛 或者是在比赛 没有在KR 都是比较简单的过 然后… 可是这次她就给我驚喜 就是… 她就是很假装的 她要瞞着我 其实她已经遇好了所有人 这样子 我很驚喜 我一到的时候 我家人全部都在那边坐着 然后我很驚喜 就是第一次 其实因为我每次都觉得 她不会浪漫 就是…很少 我就会说 因为她又不看戏 我又很喜欢看戏 我又很迷那种偶像剧 那些东西 我就想,你会不会浪漫的 有时候我问她,你会浪漫的 她就说,你要怎么浪漫 你要有什么驚喜 所以那次她给我驚喜 其实我很高兴 我还蛮感动 她平常都不浪漫 她太忙了 就是好像我们 其实都很少单独在一起的 通常我们出去什么 都是一大班的 我们很少 就是讲两个人一起 而且她可能兄弟很多 对不对,朋友 对,然后而且她通常吃东西 都是跟长辈 然后就是她的朋友 这样子一大班 我们也很少 就是讲两个人一起出去 很少 一出去就是一大班 所以很少 有没有跟她想过说 以后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其实我没有想 因为我也不敢想 就是因为主要都是因为 先打球 然后我本身是因为 我没有像她那么聪明 她可以管理很多东西 我不能 我就是讲 如果我打球就打球 等下有很多东西 我怕我管理不到 她管理很多东西 是,她很厉害 什么 就是不管发生 有时她 不管发生很多事情 她都还是… 她在我的面前 还是比较入到 好像没有东西 就算她有什么事 她都不会跟我讲 因为她不想我 我担心 对,就算她跟我讲 我也帮不到她 她又怕等一下… 我又在那边 就烦,等一下又影响到 所以她很多东西都自己承受 然后她都不说出来 结婚应该是还没有啦 本身还是想到多… 28岁多两年嘛 因为想做好自己的本分 想做最好的 就是说想 有自己很好的那种生活啊 有屋子啊,有车啊 还是这样 有自己有好的生活才准备 车子有了吗 房子也有了吗 但是还是想做最好的咯 做最好 就是说要更大的房子 更大的车子 对 真的啊 她们要自己也要求的 没有,我自己要求我自己 有开始在享受这一个部分的 谈本论嫁的这个部分呢 对 我其实不懂耶 因为她… 我觉得她每次在开玩笑 就一时她讲这样 等一下这样子就这样 其实我不懂 我也是看报纸 我才懂 我才懂 结婚的事就两年之后才来打算 对 这两年还是在云修厂上 尽量地充斥 对 她会不会吵你啊 不会 她还不想 她还不想 不是你不想 她自己本身都不想 因为我其实 因为我也不懂她怎么样想耶 因为很多方面都是她 她自己在暗地里 就是在… 对外宣布呢 没有,她暗中行事 就是… 就可能去找房子 没有,就是她… 她自己在那边计划 这样 可是她没有跟我说 所以我不懂 然后突然就很多时候是… 对很多人来问我的时候 我… 我也… 我也不懂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这样讨论过 就真正… 好像认真的讨论过 没有 所以如果她在电视上 跟你求婚 你会打印吗 我不… 我不知道 有什么话想特别对她说呢 没有 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会天长地久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两个都想… 她都很想打下去 她的目标想定下来 多两年的… 多两年的个亚运会 但是我就是想叫她退休 因为她伤病很多吧 然后她都不想 然后我觉得OK 我就说 你想… 想留下来 就打多两年的亚运会过后 我希望她会退休 因为… 觉得… 因为她伤病很多 我觉得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包那个脚啊 做那个治疗 我觉得… 看到她都很… 蛮心痛的因为… 那么严重 对…她的脚伤了很久 不能好了 然后… 原来她要开刀她都不想开刀 然后我觉得… 这个生涯来说 那个生命和那个… 最重要还是… 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因为她… 蛮… 蛮辛苦的 那个脚啊… 又是… 走也痛啊… 上楼梯也痛 我觉得很可怜她 但是马来西亚还是… 她这个女单比较… 有希望… 有希望 还是比较有秀的那个… 就是说… 有机会了 但是她还是想打多两年 然后我就说 希望她能坚持 这两年过后… 过后我希望她退休 戒指已经买好了吗 还没有,我要定座 还要定座 要看她有没有… 要没有考虑进去 要看她有没有诚意 有没有…那时… 你希望看到她怎么样 没有,因为那时 我们有开玩笑 因为我讲… 她讲… 她有时跟我开玩笑就讲 你求婚的时候 要怎么求婚 她就讲 就这样问我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你这样凶 你这样的没有诚意的 我不要 就这样又没有戒指 又没有花 然后你还要跪下来 就是一个… 一个这样 我是跟她开玩笑 她就跟她讲 要我跪了 我不要 我就问你 你要嫁不要嫁 她就跟我开玩笑 那时我们一大半朋友 这样子 所以你的条件就是 要有戒指 然后要跪下来 又什么 也不一定 我希望就是… 驚喜 就是浪漫 就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希望她就是… 她用心地去… 好像想 然后怎么样… 即使没有什么花 没有什么都不要紧 对… 但是就是很浪漫地跟你说一声 对… 就是要… 驚喜 然后浪漫 我觉得… 因为她不浪漫 我要台语 我觉得… 其实我还蛮幸运的 可以遇到她 这样子 然后… 我很感谢她 其实 因为… 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 她都在我身边支持我 鼓励我这样子 其实她也做了很多东西 所以令我很感动的 什么 很多 好 好 好 我觉得一个NATO有可能是一个我推动力 希望还是他们叫我一些我的名字 记者就问我你觉得你NATO教练讲教练 我觉得这个NATO来说在我场上也是我很尊敬我教练 这个没有影响到我训练 还是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影响到 我会承认我不会影响到 我就说感谢你们政府啊 宜中啊 还有我们的马基硕干的拉瑞 在培养到我这么大 付出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金钱 还有我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教练 还有我们的按摩师啊 我的力量教练啊 还有我心理医生啊 等等 这个我觉得很不简单 因为周围的人帮我 我才会拿来正面金牌 我觉得我要感谢他们就是说 他们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四年啊 还是几年啊 就是说我觉得 就是为了要去成就 成就这个奥运的这个成绩了 那我还是会想抹下来的比赛 不管什么公开赛啊 日本啊 还是什么公开赛 我还是希望我会站在最好那个 最高那个部分 为我国马来西亚争光 关于一个事实际上的 还说计刺 晚安 你们再arre佳 还为能重复 想不 Rex 要厉害旅 ¿ 你现在有点什么东西吗 你